不過法務部研議修法 將輕微切套罪改為高速 乃論也引發不少爭議 有選者就建議法務部 應該制定配套 重權侵入民宅的切套犯 並強化警方辦案的內控制度 才能有效達到法務部修法的目的 節省司法跟警察的資源 是否該把情結輕微的切套罪 從公訴罪改為高速乃論 據律師身份的立委吳醫生認為 部分切套罪是因為飢寒起到心 或是未成年人一時犯錯 如果能將違切套罪改為高速乃論 將大幅節省司法與警察的資源 那店家就可以有選擇 他可以在財產的損失補償之後 不要提告 那也會盡量避免 就是警察在碰到切套罪的時候 針對小型的案件 就用吃案的方式 不過外界還是會質疑 輕微切套罪變成非公訴罪 警方是否會低估偷竊金額 或建議受害者不要提告 以減少承辦棄案數量 律者分析 這需要完整配套措施 與警方內控制度 學者建議法務部應該對 違切套罪明確定義 不能使用切套金額評估 另外也要對侵入民宅類型的 竊案加重其刑 學者強調切套罪分級處理 讓違罪部分才告訴乃倫 在世界上並非先例 也不代表警方就不受理民眾報案 但相對的 警方將因此有較多資源 調查重案或預防犯罪 藉張雄 張國蘭 吳家寶 台北報導 小田寬je駿